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拥有最美丽的欧巴桑 之称的资深女星陈美凤 二日迎来67岁生日 在演艺圈内拥有好人缘的她 好友蓝星梅、何如云、简佩恩、方星等人纷纷出席生日宴 而陈美凤不仅晒出多张洞灵美照 也提及演艺圈近日蔓延的MeToo话题 罕见发生了 据《三立新闻》报导 一人何如云在脸书分享参加陈美凤生日宴的照片 只见她与美凤杰、简佩恩、方星、陈千文一起合照 大家都根据Dresco 穿上白色系服装出席 她也写下陈美凤生日宴的致词 她在台上说 虽然最近演艺圈气氛有点低迷 但不要忘记 还是有努力工作的一群 话语一出在场一人都心有戚戚 而这也是何如云想说的 并祝美凤姐生日快乐 陈美凤也在自己的脸书分享多张照片 并发文感谢大家的祝福 满满的爱 不止你们对凤凤 凤凤对你们的爱更是满满满 她想谢谢大家给的爱和陪伴 希望大家一起继续开心下去 同时也笑说 生日过完 要开始努力运动啦 事实上这次生日有不少圈内好友为她庆生 足见陈美凤在演艺圈的好人员 身为演艺圈大前辈 陈美凤先前也曾坦言 对于演艺圈的前规则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以前做秀时若遇到暗示性的邀约 就会技巧性的拒绝 如果遇到无法拒绝的场面 就不会让自己落单 日前她也以台湾优质生命协会理事长身份 到处做公益活动 她则提到盼望演艺圈能尽快走出风浪与低谷 期许每一个人珍惜所拥有的演艺生命 带给社会更多正向的能量